我們現在位置是在總統府前的廣場 而就在稍早的時候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以及台間董事長兩個人 是到裡頭和總統蔡英文 針對接下來BNT疫苗的採購來商討 那麼就在5點半左右的時候 5點27分的時候 這個他們是商討完畢 那麼其實他們在裡面的BIM會議 大概是討論了一個半小時 而之所以其實會有這場會議 主要是因為稍早在行政院這邊也宣布說 之後的採購疫苗 會讓他們來授權他們來進行 所以接下來有一些後續討論的 而我們也看到包含外交部長吳釗燮 以及衛福部長陳時中 也都在裡頭進行相關的討論 那麼其實稍後的時候 這個總統府這邊也會來針對 剛剛在裡面講的內容來進一步做說明 而郭台銘其實是在稍早的時候 在臉書上先砲轟 說希望要求來會面這個總統蔡英文 當面跟他報告 而他也直指說這一次疫苗的採購 會卡關的恐怕是和民進黨的派系 有關係 也讓這個總統府趕緊的出面來滅火 也隨即的安排了總統的會面 那麼一個半小時的會面到底談了什麼呢 那稍晚有最新的情形 我們也將隨時提供給您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